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实施建筑管理 以维护公共安全 公共交通 公共卫生及增进市容观瞻 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规定者 适用其他法律之规定 第二条 主管建筑机关 在中央为内政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 市 卫县 市 政府 在第三条规定之地区 如以特设之管理机关为主管建筑机关者 应经内政部之核定 第三条 本法适用地区如左 一 实施都市计划地区 二 实施区域计划地区 三 经内政部指定地区 前项地区外公公众使用及公有建筑物 本法亦使用之 第一项第二款之适用范围 申请建筑之审查许可 施工管理及使用管理等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定之 第四条 本法所称建筑物 为定遮余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顶盖 梁柱或墙壁 供个人或公众使用之构造物或杂项工作物 第五条 本法所称公公众使用之建筑物 为公公众工作 营业 居住 游览 娱乐及其他公公众使用之建筑物 第六条 本法所称公有建筑物 为政府机关 公营事业机构 自治团体及具有纪念性之建筑物 第七条 本法所称杂项工作物 为营业炉 水塔 瞭望台 招牌广告 树立广告 扇装舱 广播塔 烟囱 围墙 机械游乐设施 游泳池 地下储藏库 建筑所需博看 挖田土石坊等工程及建筑物兴建完成后增设之中央系统空气调节设备 升降设备 机械停车设备 防空避难设备 污物处理设施等 第八条 本法所称建筑物之主要构造 为基础 主要梁柱 承重墙壁 楼地板及屋顶之构造 第九条 本法所称建筑物 细致左裂行为 一 新建 为新建造之建筑物或将原建筑物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筑者 二 增建 与原建筑物增加其面积或高度者 但以过廊与原建筑物连接者 应是为新建 三 改建 将建筑物之一部分拆除 于原建筑基地范围内改造 而不增高或扩大面积者 四 修建 建筑物之基础 梁柱 承重墙壁 楼地板 屋架及屋顶 其中任何一种有过半支修理或变根者 第十条 本法所称建筑物设备 为夫设于建筑物之电力 电信 煤气 给水 污水 排水 空气调节 升降 消防 销雷 防空避难 污物处理及保护民众隐私权等设备 第十一条 本法所称建筑基地 为公建筑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应留设之法定空地 建筑基地原为述宗者 于申请建筑前应合并为一宗 前项法定空地之留设 应包括建筑物与其前后左右之道路或其他建筑物间之距离 其宽度于建筑管理规则中定之 应留设之法定空地 非依规定不得分割 移转 并不得重复使用 其分割要件及申请合发程序等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定之 第十二条 本法所称建筑物之起造人 为建造该建筑物之申请人 其为未成年或受监护宣告之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申请 本法规定之义务与责任 亦由法定代理人付之 其造人为政府机关公司 其造人为政府机关公司业机构 团体或法人者 由其负责人申请之 并由负责人付本法规定之义务与责任 第十三条 本法所称建筑物设计人及间造人为建筑师 以依法登记开业之建筑师为限 但有关建筑物结构及设备等专业工程部分 除五层以下非公公众使用之建筑物外 应由承办建筑师交由依法登记开业之专业工业技师负责办理 建筑师并负联责任 公有建筑物设计人及监造人 得由起造之政府机关 公营事业机构或自治团体内 依法取得建筑师或专业工业技师证书者认知 开业建筑师及专业工业技师不能适应各该地方之需要时 县 市 政府得报经内政不核准 不受前二项之限制 第十四条 本法所称建筑物之成造人为营造业 以依法登记开业之营造厂商为限 第十五条 营造业应设置专任工程人员 负承揽工程之施工责任 营造业之管理规则 由内政部定之 外国营造业设立 应经中央主管建筑机关之许可 依公司法申请认许或依商业登记法办理登记 并应依依前项管理规则之规定领得营造业登记证书及承揽工程手册 使得营业 第十六条 建筑物及杂项工作物造价在一定金额以下或规模在一定标准以下者 得免由建筑师设计 或监造或营造业承造 前项造价金额或规模标准 由直辖市 县 市 政府于建筑管理规则中定之 第十七条 删除 第十九条 内政部 直辖市 县 市 政府得制定各种标准建筑图样及说明书 以供人民选用 人民选用标准图样申请建筑时 得免由建筑师设计及签章 第二十条 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对于直辖市 县 市 建筑管理业务 应付指导 考核之责 第二章 建筑许可 第二十一条 删除 第二十二条 删除 第二十四条 工有建筑应由起造机关将核定或决定之建筑计划 工程图样及说明书 向直辖市 县 市 局 主管建筑机关请领建筑执照 第二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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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物非经申请直辖市 县 市 局 主管建筑机关之审查须可并发给执照 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 但何于第九十八条规定者 不在此限 直辖市 县 市 局 主管建筑机关为处理善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之建筑物 得派原系带证明文件 进入公司有土地或建筑物内勘查 第二十六条 直辖市 县 市 局 主管建筑机关依本法规定核发之执照 仅为对申请建造 使用或拆除之许可 建筑物起造人 或设计人 或监造人 或承造人 如有侵害他人财产 或造致危险或伤害他人时 应是其情形 分别依法负其责任 第二十七条 非县 局 政府所在地之乡 镇 适用本法之地区 非公公众使用之建筑物或杂项工作物 得委由乡 镇 县辖市 公所依规定核发执照 相 厉美办年汇报县 县 政府备案 第二十八条 建筑执照分佐列四种 一 建筑执照 建筑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应请领建造执照 2.杂项执照 杂项工作物之建筑,应请领杂项执照 3.使用执照 建筑物建造完成后之使用或变更使用,应请领使用执照 4.拆除执照 建筑物之拆除,应请领拆除执照 第29条,直辖市、县、市、局、主管建筑机关核发执照时,应依左列规定,向建筑物之起造人或所有人收取归费或公本费 1.建造执照及杂项执照 按建筑物造价或杂项工作物造价收取千分之一以下之归费 如有变更设计时,应按变更部分收取千分之一以下之归费 2.使用执照 收取执照公本费 3.拆除执照 免费发给 3.拆除执照 第30条,起造人申请建造执照或杂项执照时,应被据申请书、土地权利证明文件、工程图样及说明书 3.拆除执照 第31条 建造执照或杂项执照申请书,应在名左列事项 1.起造人之姓名、年龄、住址 起造人违法人者、其名称及事务所 2.设计人之姓名、住址、所领证书字号及签章 3.建筑地址 4.基地面积、建筑面积、基地面积与建筑面积之百分比 5.建筑物用图 6.工程盖算 7.建筑期限 第32条,工程图样及说明书应包括左列各款 1.基地位置图 2.地盘图 其比例尺不得小于1200分之一 3.建筑物之平面、立面、铺面图 其比例尺不得小于200分之一 4.建筑物各部之尺寸构造及材料 其比例尺不得小于30分之一 5.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规定之必要建筑物设备图说及设备计算书 6.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规定之必要建筑物设备图说及设备计算书 7.新旧勾取及出水方向 8.施工说明书 3.直辖市、县、市、局、主管建筑机关收到起造人申请建造执照或杂项执照书件之日起 应于10日内审查完郡、合格者及发给执照 8.但公公众使用或购造复杂者 9.得势需要予以延长 9.最长不得超过30日 9.直辖市、县、市、局、主管建筑机关审查或鉴定建筑物工程图样及说明书 9.应就规定项目为之 9.其余项目由建筑师或建筑师及专业工业绩师依本法规定签证负责 9.对于特殊结构或设备之建筑物并得委托或指定具有该项学士及经验之专家或机关、团体为之 9.其委托或指定之审查或鉴定费用由起造人负担 9.前项规定项目之审查或鉴定人员以大、专有关系、科毕业或高等考试或相当于高等考试以上之特种考试相关类科考试及格、经依法任用、并具有三年以上工程经验者为限 9.第一项之规定项目及收费标准由内证部定之 第34之一条 起造人于申请建造执照前、得先列举建筑有关事项、并检附图样、缴纳费用、申请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欲为审查 审查时应特重建筑结构之安全 前项列举事项 第三十五条 所规定之期限 一次通知起造人、令其改正 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八条 删除 第三十九条 起造人应依照核定工程图样及说明书施工 如于新工前或施工中变根设计时 仍应依照本法申请办理 但不便跟主要构造或位置 不增加高度或面积 不便跟建筑物设备内容或位置者 得于竣工后 被据竣工平面、立面图 一次报应 第四十条 起造人领得建筑执照后 如有遗失 应登报作费 申请不发 原发照机关 应于收到前项申请之日起 五日内补发 并令收取执照公本费 第四十一条 起造人自接或通知领取建造执照 或杂项执照之日起 于三个月未领取者 主管建筑机关得将该执照予以废止 第三章 建筑基地 第四十二条 建筑基地与建筑线应相连接 其接连部分之最小宽度 由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统一规定 但应该建筑物周 唯有广场或永久性之空地等情形 经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认为安全尚无碍者 其宽度得不受限制 第四十三条 建筑物基地地面 应高出所临接道路边界处之路面 建筑物底层地板面 应高出基地地面 但对于基地内之排水无碍 或应建筑物用途上之需要 另有适当之防水及排水设备者 不在此县 建筑物设有其楼者 其地平面不得与林皆知 其楼地平面高低不平 但因地势关系 经直辖市、县、市、局 主管机关核准者 不在此县 第四十四条 直辖市、县、市、局 政府应是当地实际情形 规定建筑基地最小面积之宽度及深度 建筑基地面积基灵狭小不合规定者 非与林皆土地协议条整地形或合并使用 达到规定最小面积之宽度及深度 不得建筑 第四十五条 前条基地所有权人与林皆土地 所有权人与不能达成协议时 得申请条处 直辖市、县、市、局 政府应于收到申请之日起 一个月内与已条处 条处不成时 基地所有权人或林皆土地 所有权人得就规定 最小面积之宽度及深度 范围内之土地 按征收补偿金额 预缴成买价款 申请该管地方政府征收后 办理出手 申收之补偿 土地以市价为准 建筑物以重建价格为准 所有权人如有争议 由标准地价评议委员会评定之 申收土地之出售 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条程序限制 办理出售时应于公告三十日 并通知申请人 经公告其满无其他利害关系人 声名异议者 即出售与申请人 发给权利以转证明书 如有异议 公开标授之 但原申请人有优先承购权 标授所得超过征收补偿者 其超过部分发给被征收之 原土地所有权人 第一项范围内之土地 属于公有者 准召该宗土地或相邻土地 当其土地公告限制 让寿林皆土地所有权人 第四十六条 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 应依照前二条规定 并是当地实际情形 定定基林地使用规则 报经内政部核定后发布实施 第四十七条 亦受海潮、海啸侵袭、洪水泛滥 及土地崩塌之地区 如无确保安全之防护设施者 直辖市、县、市、局、主管建筑机关 应商同有关机关化定范围 予以发布并树立标志 禁止在该地区范围内建筑 第四章 建筑界限 第四十八条 直辖市、县、市、局 主管建筑机关 应指定已经公告道路之境界线为建筑线 但都市系部计划规定需退缩建筑时 从其规定 前项以外之县有行道 直辖市、县、市、局 主管建筑机关 任有必要时得令定建筑线 其办法于建筑管理规则中定之 第四十九条 在依法公布尚未辟竹或拓宽支道路线两旁建造建筑物 应依照直辖市、县、市、局、主管建筑机关指定之建筑线退让 前项退让办法应报请内阵部核定 第五十一条 建筑物不得突出于建筑线之外 但纪念性建筑物 以及在工艺上或短期内有需要且无碍交通之建筑物 经直辖市、县、市、局 主管建筑机关许可其突出者 不在此县 第五十二条 一第四十九条 第五十条 退让之土地 由直辖市、县、市、局、政府依法征收 其地价补偿 一都市计划法规定办理 第五十三条 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 于发给建造执照或杂项执照时 应依照建筑期限基准之规定 核定其建筑期限 前向建筑期限 以开工之日起算 陈造人应故未能于建筑期限内完工时 得申请展期一年 并以一次为限 未依规定申请展期 或已于展期期限仍未完工者 其建造执照或杂项执照 自规定得展期之期限界满之日起 施其效力 第一项建筑期限基准 于建筑管理规则中定之 第五十四条 起造人自领得建造执照 或杂项执照之日起 应于六个月内开工 并应于开工前 会同承造人及监造人将开工日期 连同姓名或名称 住址 证书字号及承造人施工计划书 申请该管主管建筑机关被查 起造人应故不能于前项期限内开工时 应序名原因 申请展期一次 期限为三个月 未依规定 未依规定申请展期 或已于展期期限仍未开工者 其建造执照或杂项执照自规定得展期之期限界满之日起 施其效力 第一项施工计划书应包括之内容于建筑管理规则中定之 第五十五条 起造人领得建造执照或杂项执照后 如有佐列各款情势之一者 应急申报该管主管建筑机关备案 1. 变根起造人 2. 变根成造人 3. 变根间造人 4. 工程中止或废止 前项中止之工程 其可供使用部分 应由起造人依照规定办理变根设计 申请使用 其不堪供使用部分 由起造人拆除之 第五十六条 建筑工程中必须堪验部分 应由直辖市 县 市 主管建筑机关于核定建筑计划时 指定由成造人会同间造人按时申报后 方得继续施工 主管建筑机关得随时堪验之 前项建筑工程必须堪验部分 堪验项目 堪验方式 堪验记录保存年限 申报规定及起造人 承造人 监造人应配合事项 于建筑管理规则中定之 第五十七条 删除 第五十八条 建筑物在施工中 直辖市 县 市 局 主管建筑机关任有必要时 得随时加以堪验 发现阻裂情势之一者 应以书面通知成造人或起造人或监造人 勒令停工或修改 必要时 得强制拆除 1. 妨碍都市计划者 2. 妨碍区域计划者 3. 危害公共安全者 4. 妨碍公共交通者 5. 妨碍公共卫生者 6. 主要构造或位置或高度或面基于核定工程图样及说明书不符者 7. 违反本法其他规定或基于本法所发布之命令者 第59条 直辖市 县 市 局 主管建筑机关因都市计划或区域计划之变更 对宜领友执照尚未开工或正在施工中之建筑物 如有妨碍变更后之都市计划或区域计划者 得令其停工 令一规定 办理变更设计 起造人因前项规定必须拆除其建筑物时 直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应对该建筑物拆除之一部或全部 按照市价补偿之 第六十条 建筑物由监造人负责监造 其施工不合规定或照致起造人蒙受损失时 赔偿责责任 依左列规定 一 监造人认为不合规定或承造人擅自施工 致必须修改 拆除 重建或于补墙 经主管建筑机关认定者 由承造人负赔偿责任 二 承造人未按核准图说施工 而监造人认为合格经职辖市 县 市 局 主管建筑机关勘验不合规定 必须修改 拆除 重建或补墙者 由承造人负赔偿责任 承造人之专任工程人员及监造人负连责任 第六十一条 建筑物在施工中 如有第五十八条各款情事之一时 监造人应分别通知承造人及起造人修改 其为依照规定修改者 应及申报该管主管建筑机关处理 第六十二条 主管建筑机关派员勘验时 勘验人员应出示其身份证明文件 其未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者 起造人 承造人或监造人得拒绝勘验 第六十三条 建筑物施工厂所 应有维护安全 防范危险及预防火灾之适当设备或措施 第六十四条 建筑物施工时 其建筑材料及机具之堆放 不得妨碍交通及公共安全 第六十五条 凡在建筑工地使用机械施工者 应遵守佐列规定 一 不得做其使用目的以外之用途 并不得超过其性能范围 二 应被有撤动装置 及操作上锁必要之信号装置 三 自身不能稳定者 应服以撑住或拉锁 第六十六条 二层以上建筑物施工时 其施工部分距离道路境界线或基地境界线不足二公尺半者 或五层以上建筑物施工时 应设置防止物体坠落之事当为理 第六十七条 主管建筑机关对于建筑工程施工方法或施工设备 发生激烈震动或噪音及灰尘散播 有妨碍附近之安全或安宁者 得令其做必要之措施或限制其作业时间 第六十八条 承造人在建筑物施工中 不得损及道路、勾取等公共设施 如必须损坏时 应先申报各该主管机关核准 并规定施工其兼之维护标准与责任 即损坏原因消失后之修复责任与期限 使得进行该部分工程 前项损坏部分 应在损坏原因消失后给予修复 第六十九条 建筑物在施工中 临接其他建筑物施行挖土工程时 对该临接建筑物应是需要做防护其倾斜或到坏之措施 挖土深度在一公尺半以上者 其防护措施之设计图样及说明书 应于申请建造执照或杂项执照时一并送审 第六章 使用管理 第七十条 建筑工程玩具后 应有起造人会同承造人及建造人申请使用执照 直辖市 但公公公众使用建筑物之查验旗线 得斩言为二十日 建筑物无承造人或监造人或承造人 监造人无证当理由 经建筑争议事件评审委员会评审后 而拒布会同或无法会同者 尤其造人单独申请之 第一项主要设备之认定 于建筑管理规则中定之 第七十之一条 建筑工程部分玩具后可供独立使用者 得核发部分使用执照 其效力 适用范围 申请程序及查验规定等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定之 第七十一条 申请使用执照 应被据申请书 并检附佐列各件 一 原领之建造执照或杂项执照 二 建筑物竣工平面图及立面图 建筑物与核定工程图样完全相符者 免赴俊工平面图及立面图 第七十二条 供公众使用之建筑物 依第七十条之规定 申请使用执照时 直辖市 县 市 局 主管建筑机关应会同消防主管机关检查其消防设备 合格后方得发给使用执照 第七十三条 建筑物非经领得使用执照 不准接水 接电及使用 但直辖市 县 市 政府任有佐列各款情势之一者 得令定建筑物接用水 电相关规定 一 偏远地区且非属都市计划地区之建筑物 二 因兴办公共设施所需而拆迁具整建需要且无碍都市计划发展之建筑物 三 天然灾害损坏需安置及修复之建筑物 四 其他有迫切民生需要之建筑物 建筑物应依核定之使用类组使用 其有变根使用类组或有第九条建造行为以外主要构造 防火区化 防火避难设施 消防设备 停车空间及其他与原核定使用不合之变根者 应申请变根使用执照 但建筑物在一定规模以下之使用变根 不在此限 前向一定规模以下之免办理变根使用执照相关规定 由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定之 第二项建筑物之使用类组 变根使用之条件及程序等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定之 第七十四条 申请变根使用执照 应被据申请书并检附所列个件 一、建筑物之原始用执照或腾本 二、变根用途之说明书 三、变根供公众使用者 其结构计算书与建筑物室内装修及设备图说 第七十五条 直辖市、县、市、局、主管建筑机关 对于申请变根使用之检查及发照期限 依第七十条之规定办理 第七十六条 非公公众使用建筑物变更为公公众使用 或员工公众使用建筑物变更为他种公众使用时 直辖市、县、市、局、主管建筑机关 应检查其构造、设备及室内装修 其有关消防安全设备部分应会同消防主管机关检查 第七十七条 建筑物所有权人 使用人应维护建筑物合法使用与其构造及设备安全 直辖市、县、市、局、主管建筑机关 对于建筑物得随时派员检查其有关公共安全与公共卫生之构造与设备 供公众使用之建筑物 应由建筑物所有权人 使用人定期委托中央主管建筑机关 任可之专业机构或人员检查签证 其检查签证结果应向当地主管建筑机关申报 非公公众使用之建筑物 经内证不认有必要时一同 前项检查签证结果 主管建筑机关得随时派员或定期会同个有关机关复查 第三项之检查签证事项 检查期间申报方式及施行日期 由内证不定之 第七十七之一条 为维护公共安全 公公众使用或经中央主管建筑机关 任有必要之非公公众使用之 原有合法建筑物防火避难设施及消防设备不符现行规定者 应是其实际情形 令其改善或改变其他用途 其申请改善程序 项目 内容及方式等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定之 第七十七之二条 建筑物室内装修应遵守左列规定 一、公公众使用建筑物之室内装修应申请审查许可 非公公众使用建筑物 经内证不认有必要时 一同 但中央主管机关得授权建筑师工会或其他相关专业技术团体审查 二、装修材料应何于建筑技术规则之规定 三、不得妨害或破坏防火避难设施、消防设备、防火区化及主要构造 四、不得妨害或破坏防火避民众隐私权设施 前项建筑物室内装修应由经内证不登记许可之室内装修从业者办理 室内装修从业者应经内证不登记许可 并依其业务范围及责任执行业务 前三项室内装修申请审查许可程序 室内装修从业者资格 申请登记许可程序、业务范围及责任由内证不定之 第七十七之三条 机械游乐设施应领得杂项执照 由具有设置机械游乐设施资格支撑办厂商施工丸俊 经骏工查验合格取得合格证明书 并依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投保意外则任险后 简同保险证明文件及合格证明书 向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申领使用执照 非经领得使用执照 不得使用 机械游乐设施经营者 应依佐列规定管理使用其机械游乐设施 一、应依核准使用期限使用 二、应依中央主管建筑机关指定支撑项目 及最低金额常识投保意外责任保险 三、应定其委托依法开业之相关专业技师、建筑师或经中央主管建筑机关指定支检查机构、团体实施安全检查 四、应至专任人员负责机构游乐设施之管理操作 五、应至经考试及格或检定合格之机电技术人员负责经常性之保养、修护 前项第三款安全检查之次数 由该管支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定支 每年不得少于二次 必要时、并得实施全部或一部支不定期安全检查 第二项第三款安全检查之结果 应申报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处理 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得随时派员或定期会同个有关机关或委托相关机构、团体复查或抽查 第一项、第二项及前项之申请杂项执照应检附之文件 图说、机械游乐设施之城办厂商资格、条件、竣工查验方式、项目、合格证明书格式、投保意外则认险之设施项目及最低金额、安全检查、方式、项目、受指定办理检查之机构、团体、 资格、条件及安全检查结果格式等事项之管理办法 由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定之 第二项第二款之保险 其保险条款及保险费率 由财政部会同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合定之 第七十七之四条 建筑物升降设备及机械停车设备 非经竣工检查合格取得使用许可证 不得使用 前项设备之管理人 应定其委托领有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合法登记 正之专业厂商负责维护保养 并定其向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或由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委托经中央主管建筑机关指定之检查机构或团体申请安全检查 管理人为申请者、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应限其令其补行申请 借其为申请者停止其设备之使用 前项安全检查 由检查机构或团体受理者 应指派领有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合法检查员正之检查员办理检查 受指派之检查员 不得为负责受检设备之维护保养之专业厂商从业人员 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 并得委托受理安全检查机构或团体合法使用许可证 前项检查结果 检查机构或团体应定其汇报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 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得抽验之 其抽验不合格者 废止其使用许可证 第二项之专业厂商应依佐列规定执行业务 一、应指派领友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合法登记正之专业技术人员 安装及维护 二、应依原送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被查之图说资料安装 三、应依中央主管建筑机关指定之最低金额 和常识投保意外责任保险 四、应依规定保养台术、聘雇一定人数之专任专业技术人员 五、不得将专业厂商登记正提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之登记证 六、应接受主管建筑机关业务督导 七、订约后应依约完成安装或维护保养作业 八、报请合备之资料应与四十相符 九、设备经检查机构检查或主管建筑机关抽验不合格应及改善 十、受委托办理申请安全检查应于其线内申办 前项第一款之专业技术人员应依左列规定执行业务 一、不得将专业技术人员登记证提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之登记证 二、应据实际载维护保养结果 三、应参加中央主管建筑机关举办或委托之相关机构、团体办理之训练 四、不得同时受聘于二家以上专专业厂商 第二项之检查机构应依左列规定执行业务 一、应具备执行业务之能力 二、应据实身报检查员异动资料 三、申请检查案件不得积压 四、应接受主管建筑机关业务督导 五、检查员检查不合格报情处理案件 应通知管理人现起改善 复检不合格之设备 应及时转报直辖室、县、市、主管建筑机关处理 第三项之检查员应依左列规定执行业务 一、不得将检查员证提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之检查员证 二、应据实身报检查结果 对于检查不合格之设备应报请检查机构处理 三、应参加中央主管建筑机关举办或委托之相关机构 团体所举办之训练 四、不得同时任职于二家以上检查机构或团体 五、检查发现升降设备有立即发生危害公共安全之余时 应及报告管理人停止使用 并紧速报告之辖室、县、市、主管建筑机关处理 前八项设备申请使用许可证应检复之文件 使用许可证有效期限 格式 维护保养期间 安全检查期间 方式 项目 安全检查结果与格式 受指定办理安全检查及受委托办理训练之机构或团体之资格 条件 专业厂商登记证、检查员证、专业技术人员证核发之资格、条件、程序、格式、投保意外则认保险之最低金额 专专专业厂商聘雇专任专业技术人员证、医定人数及保养设备台数等事项之管理办法 由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定之 第五项第三款之保险 其保险条款及保险费率 由财政部会同中央主管建筑机关核定之 第七章 拆除管理 第七十八条 建筑物之拆除应先请领拆除执照 但左列各款之建筑物 无第八十三条规定情形者不在此线 一 第十六条规定之建筑物及杂项工作物 二 因时施都市计划或拓辟道路等经主管建筑机关通知线其拆除之建筑物 三 轻颓或朽坏有危险之余必须立即拆除之建筑物 四 违反本法或基于本法所发布之命令规定 经主管建筑机关通知线其拆除或由主管建筑机关强制拆除之建筑物 第七十九条 申请拆除执照应被据申请书 并检附建筑物之权利证明文件或其他合法证明 第八十条 直辖市、县、市、局、主管建筑机关应自收到前条书件之日起五日内审查完郡 何于规定者发给拆除执照 不何者予以驳回 第八十一条 直辖市、县、市、局、主管建筑机关对轻颓或朽坏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建筑物 应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停止使用 并献其命所有人拆除 与其未拆者 得强制拆除之 前向建筑物所有人住址不明无法通知者 得竟与公告强制拆除 第八十二条 因地震、水灾、风灾、火灾或其他重大事变 至建筑物发生危险不及通知其所有人或占有人予以拆除时 得由该管主管建筑机关竟与强制拆除 第八十三条 经指定为古迹之古建筑物 以指及其他文化遗迹 地方政府或其所有人应与管理维护 其修复应报经古迹主管机关许可后 使得为之 第八十四条 拆除建筑物时 应有维护施工及行人安全之设施 并不得妨碍公众交通 第八章 罚则 第八十五条 违反第十三条或第十四条之规定 擅自承揽建筑物之设计 兼造或承造业务者 勒令其停止业务 并处以六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还 其不遵从而继续营业者 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以或科或病科三万元以下罚金 第八十六条 违反第二十五条之规定者 一左列规定 分别处罚 一 擅自建造者 除以建筑物造价千分之五十以下罚还 并勒令停工补办手续 必要时得强制拆除其建筑物 二 擅自使用者 除以建筑物造价千分之五十以下罚还 并勒令停止使用补办手续 其有第五十八条情势之一者 并得封闭其建筑物 限其修改或强制拆除之 三 擅自拆除者 处一万元以下罚还 并勒令停止拆除补办手续 第八十七条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除起造仁 承造仁或兼造仁新台币九千元以下罚还 并勒令补办手续 必要时 并得勒令停工 一 违反第三十九条规定 未依照核定工程图样及说明书施工者 二 建筑执照仁师 未依第四十条规定 登报作废 申请补发者 三 于建筑旗线未依第五十三条第二项规定 申请斩棋者 四 于开工旗线未依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 申请斩棋者 五 变更起造仁 承造仁 监造仁或工程中止或废止 未依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 申请备案者 六 中止之工程可供使用部分 未依第五十五条第二项规定 办理变更设计 申请使用者 七 未依第五十六条规定 按时申报勘验者 第八十八条 违反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一条各条规定之一者 处其承造仁或兼造仁三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还 并令其限期修改 与其不遵从者 得强制拆除其建筑物 第八十九条 违反第六十三条至第六十九条及第八十四条各条规定之一者 除了令停工外 并各处承造仁 监造仁或拆除人六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还 其起造仁亦有责任时 得除以相同金额之罚还 第九十条 删除 第九十一条 由左列情形之一者 处建筑物所有权人 使用人 机械游乐设施之经营者 新台币六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还 并限其改善或补办手续 借其仍未改善或补办手续而继续使用者 得连续处罚 并限其停止其使用 必要时并停止供水供电 封闭或命其余其限内自行拆除 恢复原状或强制拆除 一 违反第七十三条第二项规定 未经核准变更使用 擅自使用建筑物者 二 为依第七十七条第一项规定 维护建筑物合法使用 与其构造及设备安全者 三 规避 妨碍或拒绝依第七十七条第二项或第四项之检查 复查或抽查者 四 为依第七十七条第三项 第四项规定办理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签证或申报者 五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三第一项规定 未经领得使用执照 擅自工人使用机械游乐设施者 六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三第二项第一款规定 为依核准期限使用机械游乐设施者 七 为依第七十七条之三第二项第二款规定 常识投保意外则认保险者 八 为依第七十七条之三第二项第三款规定时 施定其安全检查者 九 为依第七十七条之三第二项第四款规定 至专任人员管理操作机械游乐设施者 十 为依第七十七条之三第二项第五款规定 至经考试及格或检定合格之机电技术人员负责经常性之保养 修护者 有供营业使用四十支建筑物 其所有权人 使用人违反第七十七条第一项有关为 互建筑物合法使用与其构造及设备安全规定 致人于死者 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金 致重伤者 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五十万元以下罚还 第九十一之一条 有佐列情形之一者 处建筑师 专业技师 专业机构或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检查员或实施机械游乐设施安全检查人员 新台币六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还 一 办理第七十七条第三项之检查签证内容不实者 二 允许他人假借其名义办理第七十七条第三项检查签证业务 或假借他人名义办理该检查签证业务者 三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四第六项第一款或第七十七条之四第八项第一款规定 将登记证或检查员证提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之登记证 或检查员正职业者 四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三第二项第三款规定 安全检查报告内容不实者 第九十一之二条专业机构或专业检查人违反第七十七条第五项 内政部锁定有关检查签证事项之规定情结重大者 废止其认可 建策物升降设备及机械停车设备之专业厂商有佐列情形之一者 直辖市 县 市 主管建筑机关应通知县其改正 借其未改正者 得与停业或报请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废止其登记证 一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四第五项第一款规定 指派非专业技术人员安装及维护者 二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四第五项第二款规定 为依原送被查之图说资料安装者 三 为依第七十七条之四第五项第三款规定常识投保意外则认保贤者 四 为依第七十七条之四第五项第四款之规定聘雇一定人数之专任专业技术人员者 五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四第五项第五款之规定 将登记证提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之登记正职业者 六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四第五项第六款规定 规避 妨害 拒绝接受业务督导者 七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四第五项第八款规定 报请和被之资料与四十不符者 八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四第五项第九款规定 设备经检查或抽查不合格拒不改善或改善后复检仍不合格者 九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四第五项第十款规定 位于其线内申办者 专业技术人员有佐列情形之一者 直辖市 县 市 主管建筑机关应通知县其改正 借其未改正者 得予停止执行职务或报请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废止其专业技术人员登记证 一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四第六项第一款规定 将登记证提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之登记证职业者 二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四第六项第二款规定 维护保养结果记载不实者 三 为依第七十七条之四第六项第三款规定 参加训练者 四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四第六项第四款规定 同时受聘于两家以上专业厂商者 检查机构有佐列情形之一者 直辖市 县 市 主管建筑机关应通知县其改正 借其未改正者 得予停止执行职务或报请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废止指定 一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四第七项第一款规定 丧失执行业务能力者 二 为依第七十七条之四第七项第二款规定 据时申报检查员异动资料者 三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四第七项第三款规定 积压申请检查案件者 四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四第七项第四款规定 规避 妨害或拒绝接受业务督导者 五 为依第七十七条之四第七项第五款规定通知管理人 限期改善或将复检不合格案件及时转报主管建筑机关处理者 检查员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直辖市 县 市 主管建筑机关应通知限期改正 借其未改正者 得予停止执行职务或报请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废止其检查员证 一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四第八项第一款规定 将检查员证提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之检查员证职业者 二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四第八项第二款规定 未具时身报检查结果或对于检查不合格之设备未报检查机构处理者 三 未依第七十七条之四第八项第三款规定参加训练者 四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四第八项第四款规定 同时任职与两家以上检查机构或团体者 五 未依第七十七条之四第八项第五款规定报告 管理人停止使用或紧速报告主管建筑机关处理者 专专专业厂商专业技术人员或检查员经撤销或废纸登记证或检查员证 未满三年者不得重行申请和发同种类登记证或检查员证 第九十二条本法锁定罚环由该管主管建筑机关处罚之 并得于行政执行无效时 移送法院强制执行 第九十三条 依本法规定勒令停工之建筑物 非经许可不得擅自复工 未经许可擅自复工经制止不从者 除强制拆除其建筑物或勒令徽复原状外 处一年以下有其徒刑 居易或科或并科三万元以下罚金 第九十四条 依本法规定停止使用或封闭支建筑物 非经许可不得擅自使用 未经许可擅自使用经制止不从者 处一年以下有其徒刑 居易或科或并科新台币三十万元以下罚金 第九十四之一条 依本法规定停止供水或供电支建筑物 非经直辖市 县 市 局 主管建筑机关审查许可 不得擅自接水 接电或使用 未经许可擅自接水 接电或使用者 处一年以下有其徒刑 居易或科或并科新台币三十万元以下罚金 第九十五条 依本法规定强制拆除支建筑物 违反规定重建者 处一年以下有其徒刑 居易或科或并科新台币三十万元以下罚金 第九十五之一条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二 第一项或第二项 规定者 处建筑物所有权人 使用人或室内装修 从业者新台币六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以下罚还 并限其改善或补办 与其人为改善或补办者 得连续处罚 必要时强制拆除 其室内装修 为规部分 室内装修 从业者违反第七十七条之二 第三项规定者 处新台币六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以下罚还 并得勒令其停止业务 必要时并撤销其登记 其为公司组织者 通知该管主管机关撤销其登记 经依前项规定勒令停止业务 不遵从而继续职业者 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科或病科 新台币三十万元以下罚金 其为公司组织者 处罚其负责任即行为人 第九十五之二条 建筑物升降设备 及机械停车设备管理人 违反第七十七条之四 第二项规定者 处新台币三千元以上 一万五千元以下罚还 并限其改善货补办手续 借其仍未改善货补办手续者 得连续处罚 第九十五之三条 本法修正施行后 违反第九十七条之三 第二项规定 卫生请审查许可 擅自设置招牌广告 或数例广告者 处建筑物所有权人 土地所有权人或使用人 新台币四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罚还 并限其改善货补办手续 借其仍未改善货补办手续者 得连续处罚 必要时 得命其献其自行 拆除其招牌广告 或数例广告 第九章 负责 第九十六条 本法施行前 供公众使用支箭 逐物而未领有使用执照者 其所有权人应申请 核发使用执照 但都市计划范围内 非公公众使用者 其所有权人得 申请核发使用执照 前项建筑物使用执照之 核发及安全处理 由直辖市 县 市 政府于建筑管理规则中定之 第九十六之一条 依本法规定强制 拆除支建筑物均不予补偿 其拆除费用 由建筑物所有人负担 前项建筑物内存放之物品 主管机关应公告 或以书面通知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 自行迁移 与其不迁移者 是同废弃物处理 第九十七条 有关建筑规划 设计 施工 构造 设备之建筑技术规则 由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定之 并应落实建构两性平权环境之政策 第九十七之一条 山坡地建筑之审查许可 施工管理及使用管理等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定之 第九十七之二条 违反本法或基于本法所发布命令 规定之建筑物 其处理办法 由内政部定之 第九十七之三条 一定规模以下之招牌广告 及数力广告 得免申请杂项执照 其管理并得简化 不是用本法全部或一部之规定 招牌广告及数力广告之设置 应向直辖市 应向直辖市 县 市 主管建筑机关申请审查许可 直辖市 县 市 主管建筑机关得委托相关专业团体审查 其审查费用由申请人负担 前二项招牌广告及数力广告之 一定规模 申请审查许可程序 施工及使用等事项之管理办法 由中央主管建筑机关定之 第二项受委托办理审查之专业团体之资格条件 执行审查之工作内容 收费基准与应付之责任及义务等事项 由该管制辖市 县 市 主管建筑机关定之 第九十八条 特种建筑物得经行政院之许可 不是用本法全部或一部之规定 第九十九条 左列各款经直辖市 县 市 主管建筑机关许可者 得不是用本法全部或一部之规定 一 纪念性之建筑物 二 地面下之建筑物 三 临时性之建筑物 四 海港 码头 铁路车站 航空站等范围内之杂项工作物 五 新辟公共设施 在拆除剩余建筑基地内 依规定期限改建或增建之建筑物 六 其他类四前五款之建筑物或杂项工作物 前项建筑物之许可程序 施工及使用等事项之管理 得于建筑管理规则中定之 第九十九之一条 实施都市计划以外地区或偏远地区建筑物之管理 得于简化 不适用本法全部或一部之规定 其建筑管理办法 得由县政府拟定 报请内政部核定之 第一百零二条 第一百零二条 直辖市 县 市 政府对左列各款建筑物 应分别规定其建筑限制 一 风景区 古迹保存区及特定区内之建筑物 二 防火区内之建筑物 第一百零二之一条 建筑物一规定应附建防空避难设备或停车空间 其防空避难设备应特殊情形施工 却有困难或停车空间在一定标准以下 即建筑物位于都市计划停车场 公共设施用地一定距离范围内者 得由起造人缴纳代金 由直辖市 县 市 主管建筑机关 代为集中兴建 前项标准 范围 缴纳代金 及管理使用办法 由直辖市 县 市 政府拟定 报请内政部核定之 第一百零三条 直辖市 县 市 局 主管建筑机关为处理有关建筑争议事件 得聘请资深知营建专家及建筑师 并指定都市计划及建筑管理主管人员 组设建筑争议事件评审委员会 前项评审委员会之组织由内政部定之 第一百零四条 直辖市 县 市 局 政府对于建筑物有关防火及防空避难设备之设计与构造 得会同有关机关为必要之规定 第一百零五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华民国九十八年五月十二日修正之条文 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本法中华民国九十三日 Vijay 本法中华民国九十一年的一号 本法中华民国 Sampo 本法中华民国九十八年五月十何七 año 观众工作十三年十四日军 有关 に于一切发现 含dirium